瞧这幸福的一家六口 这一窝小柴卷一家生了五只 然后这是出生有十天的小柴卷 你看这一只还在吃奶 狗妈妈还没醒 但别打扰他 你看这一只 狗妈妈的警觉性非常高 你看这一只小家伙 还在这吃奶 其他的小伙伴都在睡觉 你看他吃的肥的 我的天哪 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就像一个球似的 肉嘟嘟的特别的肥 你看这家伙 这刚放下没几秒 又在这吃奶 哎呦我的天哪 你看这小吃货 另外这一只也爬上去了 开始抢奶吃 因为这最近夏天了 天热 这几只小家伙 你看吃饱了就睡觉 因为现在天热 都给他们开着空调呢 不然的话 他们也不会像现在 睡得那么舒服 因为小狗太热的话 他也睡不着 会嗷嗷直觉 你瞧 他们睡得多舒服 开着空调 还有这一只 你看一下 这一只呢 是一个小妹妹 你看 还有狗妈妈 还给这一只小柴犬 排便啊 都是吃的肥嘟嘟的 肉嘟嘟的啊 你看 这小柴犬 还没整眼睛呢 浑身肉嘟嘟的 你看狗妈妈 也是性格非常的好 照顾小狗 也是非常的认真啊 看小狗就能看出来 你看 这一只 这一只的话 是一个小弟弟 你看 脸儿白白净净的哈 拿在手里面还挺乖 这一只的话 也是一个弟弟 瞧另外这一只 还在睡觉 哎呦 现在都醒了哈 都开始 争着抢着吃奶了 这一只 是一个小母狗 咱给他放这 你看 这一只小家伙吃奶吃的 往这一躺 吃的津津有味啊 你看 这五只 别看狗妈妈 个头不大 产量还挺高啊 这是我家 唯一的一个产量高的一个 母犬 瞧这五只小家伙 吃奶吃的 津津有味 这里面是 三公两母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 这狗窝 狗妈妈照顾的 特别的干净啊 说明狗妈妈非常轻快 瞧这一只小柴犬 天哪 是一个小弟弟 你看 纳袋手里面 还吐着舌头卖萌 爪子的黑色素 还没有上来啊 头板非常的大 咱看一下 另外这一只 这一只的话 也是一个弟弟 脸白白净净的 摸着肉堵堵的 挺好玩 行了 就让他们在这吃奶吧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